而且现在社会上看的话 子女有孝顺的 也不能说不孝顺 因为她自己还有下单 她精力也有限 我这人就是很随意的 顺其自然嘛 因为我在杭州里这里很近的嘛 清假先买的房子 买的房子我看过以后 看过以后呢 我觉得环境特别好 对吧 你像我们杭州的话 虽然住的交通很方便 房子也好 那老实区嘛 那后到我儿子问问 妈妈 我买的房你来不来住 一句话我肯定来住 您儿子也在这边 我儿子在杭州工作的 他给您买的房子 他给我买的 我自己是不会买房的 真孝顺 因为我这个生活的是比较那个的 我这个理念的话就是 我基本上吃光用光的 退休以后的话 每年什么出国旅游 我特别喜欢玩 我是基本上是不存什么大钱的 那您现在也还是出去玩 现在呢 我最最后一次的是19年 19年到老屋去玩了一次 到那什么顺德那边去玩了一次 后来不是疫情吗 疫情以后的话 活动的少了 活动少 体力明显下降 对 现在不敢远游 儿子管得很老的 因为怕感染了 所以我就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 您这个儿子还是蛮孝顺的 有 那我的 我要夸的就是我的儿子女儿 那真是孝顺的 就是啊 对 那没话好说的 我最大的福气就是女儿孝顺 儿子孝顺 有人说这个养儿防老 您这个真的是有儿女防老 其实啊 跟你讲要想通的 为什么儿子也有下一代的 我现在就讲的话的 像我们家退休以后 每天生活都很开心 对吧 不愁吃不愁穿 工资也不错的 因为我原来在研究所工作的 后来到 后来调到那厅里面 就搞管理工资 等于是我是公务员退休的 对 公资也还可以 对吧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跟他 这位我跟你讲 真不简单的 他是我们这个雅园的 师社的社长 您会做师 他朗诵是真好啊 我跟你说 那不是一般在上海的话 都得过讲的 因为最近身体都不太好 就是自己 后来就把会长 就是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师哥这一块 很有这个造诣 有研究 喜爱朗诵对吧 我们现在的理念就是这样 照顾好自己 不要给孩子 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就这么句话 是的 就是网上有一个出名的问题 最近就是说 您觉得钱和子女 哪个更重要 对养老来说 钱和子女 对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的 对 不太好回答 对不对 子女呢 跟你讲的话 子女孝敬 我们也不太 不愿意太给他们添麻烦 而且现在社会上看的话 子女有孝顺的 也有不孝顺的 也有不能说不孝顺 因为他自己还有下单 他精力也有限 所以呢 也不能说自己不孝顺 大多数字女都孝顺 这个钱呢 还是要有的 这我想想 嗯 钱有了以后的话 你把自己生活安排好 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我说一句话的话 我就希望年轻的时候 不要怕苦 努力的工作 不说挣钱 但是钱还是需要的 努力的工作 工作好 那你经济情况就好 起码不肯老 也不给社会添麻烦 也可以尽销心 对 你没有经济基础的话 对吧 你这个怎么说呢 都重要 都重要 是的 我也认为是这样 是的 那您觉得就是说 像现在您啊 不存钱 就吃光 喝光用光 玩光 还是您觉得 就是人囤秀以后 还是要存点钱呢 我现在不需要存钱 嗯 因为我存了钱 也存了一些钱 而且这些钱的话 哎呀 也不会用的 现在我把大钱都给小孩子